老人死后一年投胎到同一家 这是真的吗 第五个故事 孙子竟是祖父的转世 山姆出生的时候 他的祖父已经去世一年多 小山姆一岁多时 有一次父亲给他换尿片的时候 他语出惊人的对父亲说 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 我也给你换过尿片 更吓人的是 山姆能准确地描述自己祖父的生活习惯 甚至他能在老照片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祖父 并说道 那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种种的迹象不得不让山姆的父母认为 小山姆就是自己祖父转世的事实 第六个故事 指认杀害自己前世的凶手 2009年3岁的小男孩丹尼尔 在一次对话中告诉自己的父母 他曾经是另外一个人 被人用斧头击中头部身亡 而且他还知道自己的坟墓在哪里 开始他的父母不以为然 但在丹尼尔的多次要求下 父母带着他来到一个村子 小丹尼尔走到一个男人面前说道 我曾是你的邻居 我们吵架后你拿斧头把我杀了 男子听后脸色煞白 丹尼尔还带着当年调查此案件的检查 在一堆石头下面找到了一具骸骨 骸骨头部有着清晰的斧头砍伤的痕迹 而那名男子也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看到这里 你有没有被这几个故事吓到呢 对于前世今生 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关注 下期更精彩